俄罗斯国防部再公布新的飞弹发射画面 声称摧毁了乌克兰境内多个军方的火药跟设备生产工厂 乌克兰参谋总部则夸耀在乌东地区 24小时之内挡下了俄军12次的进攻 美国的军事分析指出 俄军在乌东地区目前有三个攻击面 搭配远程火力不断空袭骚扰乌克兰的主要城市 你说你会说三个是三个游戏的 从昂迹向南部射迹到专门 从南部射迹到残葡萄迹到专家 和南部射迹的专家 和南部射向南部射尔克兰 他们在乌克兰的华密尸 他们挑战了同一种旗并融合法 在这几个毫无关的 同时他们会继续持续持续持续炸弛 俄军上周才动用高精准远程导弹 轰炸奥德萨附近的军用机场 指控那里存放了美国跟欧洲援助的武器 还在距离乌克兰边境60公里的贝尔哥罗德地区 部署了伊斯坎德M飞弹系统 这种飞弹射程约500公里 传统弹头跟核弹头都能搭载 有强大的突破拦截系统能力 二军号称世界上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拦截伊斯坎德导弹 包括首都基辅跟东部南部的重要大城 全都在射程范围之内 此外俄罗斯还宣布将在西伯利亚 部署最新试射成功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 萨尔马特又称撒弹二型飞弹 号称是世界上威力最大 破坏范围最远的导弹 射程超过18000公里 装上核弹头往西可以打到巴黎跟伦敦 往东能攻击美国本土 让普清更加自信报表 认为自己必能战无不胜 不过美国军事分析认为 从目前乌俄两军的表现来看 有了欧美支援的武器 乌克兰军队不只能击退 甚至可能可以摧毁进犯的俄国军力 乌克兰刚刚度过重要节日 东正教复活节 即使在这个象征新生的节庆中 俄国仍然没有停火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也在推特上感谢美国 持续不断的支持 并且获得美国总统拜登的回应 展现两国坚定的同盟友谊 基辅民众也感谢美国官员来访 希望能持续带来更多武器支援 协助乌克兰军队打赢这场胜仗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境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